台灣縱下旅遊節 台灣夏天旅遊節 宣傳記者會正式開始 主持人蔡上華一聲雪白 出席縱下旅遊節的宣傳記者會 但其實這場活動 原本的主持人應該是黃紫嬌 因為身陷信騷風波人設全毀 一信之間活動代言全停擺 不過有民眾笑說 這張代言才是真正的切割 寶島眼鏡的廣告不調 人臉被挖了一個洞 他是誰看看底下的簽名 原來就是黃紫嬌 我們也要在公開見證之下 交換誓詞 黃紫嬌主持了兩季的婚禮歌手 原本今年七月就要準備開拍第三季 目前全面停擺中 另外手上一共五檔節目 也都宣布停錄 一個月收入至少損失四百四十萬元 誰有機會進入冠亞軍賽呢 不只主持棒丟了 聯邦銀行的廣告投放全部撤下 新北勞工局終止代言人合作 新北歡樂耶誕城嘉義的茶博會 恐怕也很難再曝光 還有已經連主持八屆的金片子大賽 也正式暫停代言合作 不過黃紫嬌在2016年砸下 1.2億元買下123瓶的新家 推估一個月至少還要負擔六位數的房貸 如今代言主持全停擺事業 豪宅可能都不保 三立學員王晨榮嘉宇台北 蔡英文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